创业一年半,我的团队终于走向正轨啦 大家好,我是鱼皮 前段时间我邀请一位知名UP主朋友来我们公司玩 我跟他分享了很多我从去年创业以来的经历 以前讲这些的时候啊,我都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 但现在呢,我多了几分自信和释然 因为在我看来,团队终于走向正轨啦 终有一天你会带着微笑说出那些曾经让你痛苦的往事 这就是成长吧 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最近一个月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这个月终于有生活啦 作为一名程序员加创业者加编程讲师加自媒体博主 最近这个月呢,我的工作重心主要在教程、产品合作上 首先是新项目教程 8月底我开了一个新的教学项目面试刷题平台 手把手带大家做出我们团队真实的线上项目 为了让大家把握住秋招 我以每周两期的速度高强度更新 只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完结了 包括10万多字的文字教程 30多个小时的视频教程 加简历写法 加面试体解 那段时间呢,我几乎天天在自己的办公室闭关干教程 甚至连周末也不放过 高产四大啥 2.产品 现在我让团队同学集中火力去做两大核心产品 编程导航和面试压 最近这一个月啊,这些产品可谓是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首先是帮助大家学习编程的编程导航 9月完成了一波大升级 交流发帖,学习探课,优惠推广 全部都在我们自己的网站上进行了 彻底取代了我们之前使用的第三方平台 不破不立 为了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 这波升级我们持续做了近半年 终于是落地了 后面就是持续完善,优化大家的学习体验 还有帮大家高效准备面试的程序员刷题神器 面试压 9月份我们不仅优化了外部端和小程序的体验 新增了像PHP, C Sharp,大数据等方向的题库 完善了很多题解 还专门推出了IDE刷题插件 让大家能够轻松摸鱼刷题 面试压上的很多题目也是我亲自整理的 没有使用爬虫 而且每道题目我都专门优化了表达 让大家更好地理解 用心做产品才对得起支持我们的朋友 当然产品做了开发升级 就意味着必须要做宣传推广 让更多用户来使用 对我来说呢 做宣传推广比写代码做教程还要累 因为代码能跑就行 教程讲解能让别人学会就足够了 但宣传推广呢 是背负了团队的希望啊 如果没做到位 大家就感受不到开发升级产品的意义 对团队的士气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三合作 上个月我参与了不少合作 有些是别人邀请的 有些是我自主争取来的 比如我收到Jazz Brains开发工具团队的邀请 在阿里云七大会上 分享他们新出的AI助手产品 说实话啊 搞线下的演讲是真的累 就出差到还好 关键是要花很大的精力 来提前准备演讲内容 仿佛一下子把我拉回了大学时期 参加竞赛答辩的场景了 此外我们的产品也和一些知名的编程博主 甚至是机构达成了合作 后面有机会再给大家慢慢介绍吧 除了前面讲的这些工作重心啊 最近这个月我的生活还挺丰富的 我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多做运动 比如说每周去上两到三次的拳击课 为什么学拳击呢 因为实用啊 运动的同时还能得到新技能 一举两得 此外每周我会挑两个晚上直播分享 也许是模拟面试 也许是给大家答疑 又或是闲聊拉寡 这个对我来说不算是工作了 纯个人兴趣爱好 我还挺喜欢跟朋友们聊一聊的 能帮到一些同学我也开心 对了还有个很重要的事 我的新书即将出版 出版社给我寄了5000个签名卡 让我签好了送给大家 5000张啊朋友们 我要签十几个小时 但我还是坚持每一张都手写 到时候也请大家 多多支持了 再聊一聊团队管理啊 肯定有同学好奇啊 预批你哪有那么多时间 又干教程又做产品 又做推广又拉合作 其实这才是我认为 团队走向正轨的原因啊 刚创业时 我还是习惯什么都亲力亲为 但现在团队的分工配置已经完整 也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磨合 大家不仅能做到各司其职 还有很强的自主性 能够自己推着产品去改进 而不是全部等待我来发号施令 现在的我已经慢慢的被解放出来 更多的是定着规划 帮忙把控一下产品设计 技术方案是否合理就足够了 很多细节不需要我再去关心了 所以才有了更多的时间做其他的事情 也许我的管理技能也已经慢慢提升了吧 十几个人的团队基本上没有压力了 果然实践是最好的成长方式 前几天为了鼓励大家 我也在总群里发了个团队掌心通知 让大家平时多关注工作成果 虽然咱鱼厂没有像大厂那样的直击晋升制度 但掌心是少不了的 努力就应该有回报才对 那我觉得创业一年半以来 我的压力一直都是很大的 外界的声音竞争环境等等 但之前的压力更多还是来源于 内部团队不稳定 计划频繁变动 我身兼多职操心的太多了 天时地利人和 人和是最重要的 如今团队稳定了 人心齐了 能帮我分摊了 我觉得公司就算是走向正轨了 那我对自己是有信心的 只要团队的同学支持我 能够一条心跟着我放手干 我的压力也就小了很多 也对公司的发展更有信心 当然更多的还是离不开 观众老爷们三连支持 接下来的这个月 我会把重心更多的 放在自媒体创作上 之前由于带团队 搞产品 讲项目 我的输出效率和质量 都不尽人意 我还是希望能够更快乐的 做一些有趣的内容 干货的知识分享 也让大家感受到快乐 如沐春风 另外11024程序元节 马上就到了 我寻思今年要不要搞点啥活动啊 暂时还没有特别好的想法 也欢迎大家给我每些建议吧 最后 我怎么很想开线下店啊 纯这人兴趣而已 只不过目前太忙了 而且又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还属于学习阶段 平时我也在看这种这样 亏本的案例 等我把线上的业务搞稳定了 一定要搞一个试一试